找對象呢 會看中什麼 我會看男生 蛤 鑲魚座真的是都會看到一些比較奇特的點 Hi 大家好 我是歡迎 十二星座女 戀愛攻略 這個系列我們會各自邀請十二星座女生 跟大家用星座的角度聊聊 怎樣才可以追到自己心儀的星座 這一集我們邀請到的是 號稱超級愛哭的 鑲魚座 Hi 大家好 我是佳妮 我們影片開始之前呢 請幫我按讚 訂閱 分享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分享給你所有的朋友 馬上進入今天的環節 GO 第一個環節我們現在進行十個雙魚座的天見 快問快答 那如果你覺得沒有錯 我們就是這樣子 你就幫我舉圈 那如果你覺得我們不是這樣子 就幫我舉X 好 第一個 浪漫主義者 一半嗎 確定嗎 真的 我覺得浪漫還可以 送後會開心嗎 當然會開心 可是如果沒有送的話 我也不會覺得怎麼樣 那你會對戀愛很多那種很浪漫的幻想嗎 一定會啊 欸 你看 我就不會 我覺得可能是電視劇看太多吧 你說韓劇 喜歡韓劇歐巴那種FU 可是你知道嗎 看到那種在浪漫的時候 我都是按快轉的那一個 為什麼 浪漫的地方最好看的耶 太Repeat了 一個擁抱要拍30秒 我就是受不了 第二個是 容易遷就別人 滿沒有自己的主見吧 就是如果他OK的話 那我也覺得OK 你很願意配合對方就對了 我不排斥的話 我基本上就都會簽9 第三個 情緒化 容易哭 好 一半一半啦 情緒化是 要看事情 我覺得晚上雙魚座最會 嗯 還是其實大家都說 你晚上都講不懂 沒有 沒有這種事情 我都會想很多耶 我想好多好多好多 然後就越想有心意越差 就是在歐北修這樣子 然後你又沒有辦法控制他 對 像我看劇 看電影那種感人的 我一定會哭 然後會 就是很感性這樣 對我就很感性 很容易感動 對 就只要抽到一個點 我那天就控制不住了 第四個 經常感情用事 還好耶 看事情 那怎樣的事情才會感情用事 對男朋友嗎 還是對家人 我覺得都有耶 就是看事情 對 就是看事情 那你覺得你自己是感情用事居多 還是理性 一定是感情 很難理性起來 我也覺得雙魚座很難理性 雙魚座就是 來下一個要講了 第五個 戀愛腦 很需要愛 完全 我沒有遇過一個雙魚座女生 只是戀愛腦 交男朋友就是 以男友為天 我認錯 我也想跟朋友出去玩 可是如果男朋友先說要去哪裡的話 基本上都會把事情留給男朋友 你的意思是說 出去之前都會先問男朋友 這天有沒有寫一聲 這這點就跟我完全不一樣 我就會直接說 欸我要去哪裡喔 比如說我們那天假如要去哪裡 可是我沒有問 然後我就跟姐妹約好 可是他沒有講啊 他講你才會知道 可是我們都是很 又開始想太多了 自己預設說 萬一那天男朋友有約我出去的話 我該怎麼辦 不行 所以還是要問一下 男友OSD 順維 對 第六個 利他主義 願意犧牲奉獻 我也覺得雙魚座是這樣 我很常看雙魚座 背上很深 因為他們太奉獻了 你覺得這是天性使然嗎 我覺得是 不管是朋友 男朋友 或家人 就是會想要 把他們 呵護得很好啊 每一個都服侍的夫婦天爺 對 我就想要他們開心 因為看到他們開心 我也會不自覺 這麼有笑容出現 好大愛喔 我的天啊 包包跟男朋友也是 對 好像我真的把他當小孩來過耶 就是想要把他照顧得很周到 然後我自己也會很開心 第七個 心很軟 這倒是真的 就看到即使好手好腳的 人在那邊祈求 我還是會心軟 我就會想投錢 比較弱勢的族群 你都會想要幫助 對 那如果是遭到朋友背叛 你都會心軟 原諒對方嗎 NO 這種心軟就不是了 絕對不會 如果做的不是搶男朋友那種 他犯的錯 其實我基本上都 當作沒看見 但如果很過分的 我都會記在心裡耶 不管別人跟我講說 他不是故意的嘛 可能也沒有想那麼多 但我就覺得 這不行啊 所以觸到男朋友這一點 你就是玲瓏人 我玲瓏人 第八個 花心 我不能說花心 應該是說比較花痴吧 什麼意思 不是 應該是說 沒有交男朋友之前 很喜歡唱帥哥 那個我是在一起之後呢 在一起就還好耶 男朋友最帥 別愛鬧 對 別愛鬧 其實很多人都覺得雙魚座是 中央空調 渣女 公主病 蠻多人說雙魚座 男生 好像比較佳 亂情啊 然後女生就是很容易愛上別人 很容易動情啦 真的不是故意 可是就是不小心就愛到別人 所以別人就會覺得你們花心 但是不要做出一些讓人家會 互惠的舉動 雙魚座的女生很容易誤會 會腦補 第九個 朋友藝術天分 我認同 我們大學畢製 他就是負責裝髮的 就覺得他很厲害 他其實之前主修並不是裝髮 可是他被分到裝髮去 那就還是很努力的生很多東西出來 因為畢竟自己本來就也蠻有興趣 心思細膩 細膩到會自我矛盾 算圈圈吧 就是我會想說 我想要把每個地方都要走好 可是又會想說 會不會太過頭了 就是你會一直懷疑自己是不是 對 沒自信嗎 對 我就是沒自信 為什麼 沒關係 我們下一題可以去聊 下一個環節是 雙女女的心理特質跟個性分析 那我們剛剛前面剛剛聊到 沒有自信 為什麼這麼沒有自信 天性使然嗎 我只要看到很多很優秀的女生 然後就看到自己就覺得 不會啊 你也很棒啊 是因為你們想太多了 然後開始自我懷疑 然後自我懷疑之後就沒有自信 就是這樣子 可是你們也不會找方法說 會讓自己有自信 因為我自己是喜歡跳舞 我只有對跳是有自信的 其他事情 就覺得我好像沒有做到很好 我知道了 雙魚座很悲觀 真的 為什麼 任何事情 anything 他們都好悲觀哦 我覺得就是想太多啊 好的事情 很容易想到不好的結果 我可以懂你的感覺 你是沒有辦法控制的 無限的進入這個悲觀的循環 對 如果沒有人直接在旁邊跟我講一些 努力我的話 真的會一直陷在裡面 所以雙魚座是不是很需要一個 幽默風趣 正的那樣的另一半 你男朋友就是這種人是不是 嗯 還有一點就是 包容力極強大 這個我認同 你會覺得我都這樣的 然後你還不走啊 對 以旁觀者來看就會覺得 這種事情對你來說 其實很過分 可是你怎麼還可以忍得下去 我也不知道自己的底線在哪裡 可能還沒有被觸碰到 我覺得可能 雙魚座可以去體會 很能夠感同身受別人嗎 就會去想他為什麼會這樣子想 你們很體貼別人 很願意站在別人的立場去想 對 欸 講到雙魚女的真的 要珍惜好不好 真的因為我覺得 就願意敢投身受別人 願意站在別人立場想 這個真的是 很少人可以做到 還有一點就是 除非你跟他說 我要平分手 他其實都可以默默在你旁邊待著 你們也不死纏爛打就對了 對 可是如果他挽回你 你又心軟了對不對 我會心軟 可是又會想 吃回頭草 有一就有二 都已經有問題 然後分開了 問題沒有解決 對啊 所以還是有理性的嘛 對 我覺得 雙魚女沒有很公主 欸 真的是很多人對你們的偏見 大家想到雙魚女就會 公主 但是我有點不太能理解為什麼 因為你們就會一直給人家一種 很柔啊 優雅啊 還有就是很容易哭 因為你看喔 像我訪問過這麼多星座女 你是唯一一個就是從頭到尾就是很溫溫柔柔的 可能是服裝 我本人啦 我喜歡這種泡泡秀 我只是外表 可是我的人沒有公主 他不會啦 下一個問題是 找對象呢會看中什麼 第一真的是外表 所以你每次外表協會嗎 應該是說我一開始會先看外表 然後相處起來 如果個性也不錯 好我就會想要再深入了解 那怎樣的個性 你會覺得 讚 我覺得要活潑跟幽默 像我慢熟悉那一類 然後如果我都很high 然後我另一般如果在旁邊 他屬於不活潑那一類 然後也不愛參與 你需要這個對象是可以跟你當好朋友 也可以跟你的朋友當好朋友 對 可以融入我的生活圈 那我是真的很開心 還有身高 你就會看外表嘛 但我覺得身高很重要 對我來說175以上就很ok 那如果長得都很不錯 可是沒有到175 我只能直於朋友 等於說帥哥170 跟普男180 你會選普男180 對啊 我個子很加分耶 但還是要看相處上面 沒關係 我也是這樣 high five 還有就是 這又感覺又要講外表耶 沒關係你講 我會看男生手耶 蛤 手什麼了嗎 手要好看就是細長 那我這個算細長嗎 你算細長啊 然後又直 還有直這個說法 那我可以這樣理解對不對 不過他180 然後他也好笑 可是他手超醜 你就不行是不是 我不行 雙魚看的點都很奇怪 我認同 我在高中有一個女生雙魚座 他就因為一個男生嘴唇很性感 他就對他死心大地覺得超喜歡 雙魚座真的是都會看到一些比較奇特的點 這個我真的認同 下一個呢 你會怎麼建議大家追雙魚女 相處上要很自在 跟這個人在一起是開心的 如果相處起來尬尬的 然後就覺得不太OK 不要讓你覺得你需要去找話題 對 所以這個對象是要可以帶動整個約會的氣氛 對 沒錯 我當時就是 這樣被騙走 對 這樣被騙走 還有就是 自然而然的發展下去 不要太刻意 侵略性很強 對 侵略性很強會讓雙魚女覺得怕怕的 所以雙魚女是不是比較適合從朋友做起 對對對 如果我覺得這個男生各方面 我還感到很好奇的話 我會朋友身份跟他相處 但是我還是會去了解他 因為他在我心裡就已經不是朋友基礎 就是他是有機會的 所以我不會把他放在是朋友那一塊 但是如果我已經認定你跟我是朋友 當我發現你要追我 所以要追雙魚女的話 你要確定你在他心目中 他幫你是歸類在有機會還是沒有機會 其實雙魚女很容易對別人動心 你只要相處自在 看起來不邋遢 有效幽默 基本上其實都有機會 我真的覺得雙魚女這其實還滿好追的耶 很容易動心啊 下一個是雙魚女呢 喜歡一個人的表現 他會什麼事都想幫他用好 很照顧的人 如果你被雙魚女喜歡 你會很明顯感受到他一直在照顧你 對 口頭上關心這樣 要記得去看醫生啊 擦藥啊 洗澡的時候不要碰到水啊 會這樣洗洗澡就對了 所以如果他喜歡你 他應該會一直不停地 對你最碎念施展不愛 是 然後就什麼事都會想要跟他分享 對 狼狼做喜歡一個人 很難發現嗎 很難發現吧 我不太會去表現出來 因為我怕會 就是很好追 所以你們其實也不是一個會主動出擊的人 不會耶 我都等對方丟籌給我 那我就敢丟一點球 再表現出一點 我對他有意思 下一個是 不喜歡一個人的表現 很冷淡啊 已讀不回 要不讀不回 你完全不會顧慮對方的感受 不會耶 我就是不喜歡你啊 所以就雙魚女對一個人 討厭就是把他當空氣 嗯 那萬一是同事呢 你必須要維持好這個關係 在職場上的話 還是會表面跟他相處是好的啦 所以如果雙魚女對你很冷淡 就是不喜歡 應該是說 你知道這個人要追你的話 你不喜歡他 你不會給他任何機會 也會表現 我就是不喜歡你啊 你不要再靠近我了 訪問到這邊我覺得 其實雙魚女很好懂 他喜歡你就是會一直對你拉賽 不喜歡你就是完全不跟你講話 而且他們連做表面功夫都懶 對啊 如果這個人我不是喜歡的 你就不要對我摸頭殺 我就大扣分 這個我之前拍片也有講過 摸頭這個大家可以去參考一下 我之前這一支影片 就是女生十大討厭的行為 你看又一個討厭 最後一個環節啦 是相處上的地雷 不喜歡被比較 可以說我前女友比較好 不行 我會爆氣 我會覺得 你現在是跟我在一起了 不要拿什麼你前女友跟我比 你現在跟我在 就是代表我比你前女友好 那不要講前女友好 可能是IG滑到一個眉眼 欸你看看眼睛扁眼漂亮 欸這個我還好耶 所以前女友是地雷就對了 對啦 前女友是地雷的 不可以跟前女友比較 對 我已經可能真的在打扮自己 我也想要自己變得很完美很漂亮 可是你卻還說 我前女友怎麼怎麼怎麼 一樣 這個我也會一秒報你 我會直接讓我自己也變成她前女友 哈哈哈哈 對 喔 被潑冷水 我在關心你 然後你卻覺得 我的關心 讓你很煩很多餘 對 或是說 你今天很一股腦熱說 BB我們今天幹嘛幹嘛 不要 對 你希望你的另外一半可以配合你的熱情 對 就我不希望我的好意好心 然後你就一個很冷淡的回應 我就覺得 我有怎麼了嗎 你們會想很多 你會整個又陷入一個無限的悲觀 對啊 你們就會跑了是不是 如果久的話 然後對方又沒有改的話 我覺得會跑走 我就是沒有通力心 比如說我買這個東西 你就算不喜歡 你也要說聲謝謝 對 就是我們是好心好意耶 我們買這個東西是很開心很興奮的 但你的表現沒有讓雙魚覺得 你也很開心 我們就會覺得 我覺得 老實說我可以用一句話概括就是 雙魚女很像惡作劇之吻裡面的原鄉情 你們要結束 結束 結束難過我就難過 結束生氣我就生氣 很容易被對方的情緒感染 所以如果你是雙魚的另外一半 拜託你們真的要在他面前表現的 不要太過於沒有通力心 對啊 很走心耶 你送一個東西別人 他不開心他潑你冷水你就會難過 可是我就會直接說 我喜歡就還我 我以後再也不會送你東西 真的 我的這個不是說再吵架的語氣 我心裡就覺得 驚喜啊 或是禮物這種東西 他沒有很重視 這不是他愛的語言 那我就會理解 然後我下次就不送東西了 我再做別的方法 我覺得你這樣活得太辛苦了啦 真的 真的啊 你樂在其中是不是 對啊 其實我們真的沒有什麼地雷 沒有做什麼過分 是其實我們大部分可以包容 很會只看對方的優點 對 完全風向啊 跟水向完全就是不同的 可是說真的 我其實很想要讓自己有兇一點 什麼意思 我沒有很兇啊 不是 不是 不是說你很兇 在旁邊聽起來 可能都覺得我好像太溫柔了 其實有時候我也想要有脾氣啊 但其實有時候我就覺得 又沒有必要再去講了 我覺得你沒有辦法 可能是因為你真的太為對方著想 就算你要兇他的時候 你也會覺得 啊 他會不會很受傷 可是真的會兇別人的人 他就是覺得 老娘現在就是要罵你 老娘現在爽就好 但我可以理解 因為我自己被這樣對待過 我自己也覺得那感覺不好 所以我也不希望 對方也會有這樣的感覺 對 但我覺得有時候 不可以太屁股雙語做的比起 比如說這個人得罪過我 雖然我嘴巴沒有說 我不喜歡這個人 可是我表情很明顯 情緒都寫在臉上 沒關係我覺得你是 願意理解別人 那遇到的人 會讓你有不開心的感覺 一些不能理解你的 也會走 你條件又不差對不對 要有自信 要有自信 好嗎 那今天雙女的功率就到這邊囉 喜歡這支影片的話呢 請幫我按讚 訂閱 分享 然後非常謝謝我們的嘉妮 幫我拍片 他的IG在這邊 歡迎大家追蹤 但是請不要騷擾人家喔 那我們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